三峡水库 网上就流传大坝出现明显的位移变形 事实上运行17年来 大坝溃堤的传闻从未断过 是否应该新建的争议也从未停止 历史记载 自1152年到1998年的845年间 长江共发生84次大洪水 平均10年一次 治水是千百年难题 而三峡建造大坝最早可追溯到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 到了二战后的1944年 国民政府曾要美国专家进行研究 中共建政后 毛泽东在1953年首次视察长江 说要在三峡高峡出平原来治水 并下令周恩来领导 请来苏联水利专家 对三峡工程进行探勘设计与论证 但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林一三 与副部长李瑞却闹内红 对大坝的兴建有不同意见 而1958年的南宁会议成了关键 南宁会是搞大勇气 你们知道吗 而且最后就提出要修三峡 我们两个人坐在毛泽东正对面 我说湖北产生的一个宰相 明朝叫张居正 把这个京阳的北岸的体修得高高的 原来的湖北的北岸也是一个分红区 修了这个大坝以后 分红区没有了 全部变成田地 所以湖北人就撕保这个体 我们不要以灵为祸 为了救湖北京江北岸 这个几百万某田地 就把人在重庆十几个城市永远延住 我这个简单这么一讲 大家都 连毛泽东也弄清楚了 然后就讲了这样的话 三峡我并不是要上 了解一下情况 这个问题叫个总理负责吧 随着南野会议结束以后 那我是满载而归了 而且最后他讲 你这个人文章写得好 你当我的秘书 毛泽东最后暂缓三峡工程 当时反对的除了李锐 主要还有清华大学水利西教授黄万里 他们认为三峡工程太复杂 除了技术难题 还有淤泥等问题 建大坝防洪不能一劳永逸 且除了地质 环境 生态 军事等方面 更涉及库区上千万的移民 因此痛诚三峡工程的危害 黄万里更预言 大坝若见 最终将以炸坝收藏 改革开放后 三峡工程又被提上日程 1986年4月 邓小平就说 技术跟得上就是要建 而上有政治问题 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在邓小平看来 当时长江洪灾不断 防洪就是政治问题 必须解决 并指示当时的副总理李鹏负责 从1986年到1989年间 找来412位专家 对工程进行论证 这个长江三峡工程 是中国人民思考了70多年 这个阶段 是大量的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政治家 经济学家 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论证决策的阶段 是做得很完善的 第七届全国人民带领大会 第一次会议 决定和依准 将新建长江三峡工程 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年规划 赞成 1767票 翻倍 177票 现在我叫做三峡工程开工 1994年大坝工程开工 1997年长江截流 直到2006年大坝焦足到海拔185米 丁蓄水到156米 12年的时间完成大坝工程 三峡大坝除了有防洪 航运 32台7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 连发电量约1000亿度 更是单一水坝的世界第一 今天早晨8点 三峡工程迎来基本建成之后的 第一次特大洪水 洪峰流量达到每秒7万立方米 洪水经由三峡大坝拦截后 初库流量从入库时的 每秒7万立方米 降到每秒4万立方米 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 现在在这里长江的水位线 那么距我们1998年的 这个最高水位线 大约还有三米的距离 三峡工程的防洪效果 首次体现在2010年的长江洪水 然而大坝的争议 并没有因此消失 中国的第二个大洪水水 东亭 像一个河河河 在过半个世代 三峡大坝 2011年长江大旱 就被认为是大坝 蓝水所致 且每年的讯息 大坝上游淹水 就被挨骂 为何不泄洪 下游淹水 也被挨骂 为何还泄洪 大坝核实泄洪 泄多少都成了政治问题 且随着气候变迁的 极端气候加剧 这样的抨击 几乎年年上演 整个全球的话 是气候变暖 这种极端性的气候增多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不是三峡带来的 还是那句话 三峡呢 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能够影响到 大的气候的变化 而经历多年迅奇冲击 商业卫星年年捕捉到 大坝变形为宜 但面对这些质疑 大陆官方都驳斥 没有科学证据 甚至抨击 是境外反华势力的造谣 而今年的洪灾 三峡工程又遭抨击 官方也提出数据反击 据三峡集团统计 今年主讯期以来 截至到7月19号的14时 三峡大坝 共蓝续五次洪水 累计蓝续量为140亿地方米 长江一号洪水 五万三 五万三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大 大概也只有两万 就是两年一遇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小洪水 小洪水 对对对 不就是我们说 不落流的洪水 长江电力剃调中心主任助理包正锋说 今年洪灾 确实与大坝无关 它是与局部的支流的中小洪水 这种 它不是干流性的洪水 6月27号那一天的日降雨量 已经是超过建杖引南的最大降雨量 它已经创进入了这种暴雨 特大暴雨 这种的话主要是体验城市的地下 地下广网的水平 按照当时的200多毫米的日降雨量 无论哪个城市都会产生内浪 而7月18号 三峡迎来长江第二号 也是今年最大的洪风 最大的陆库水量达到每秒6.1万立方公尺 但官方新华网却罕见的发出消息 三峡大坝确实出现位移 渗流变形等情况 蓝续多轮洪水之后 三峡水库的水位已经达到161.05米 那么监测的记录也显示 三峡大坝 位移 渗流 变形等主要的参数 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挡水建筑物的各项安全指标稳定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 但不像过去总是必要驳持 这是官方所次向外证实大坝的问题 但都在正常范围内 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专家的话说 这是增加透明度 安抚社会的担忧 毕竟承认比隐瞒要好 一些分析也认为 大坝以千年一遇的极端气候设计 今年洪峰也不过是最大路库量 每秒12万立方米的一半 但面对气候变迁 三峡大坝难免有遭遇挑战的一天 且随着越来越频繁的极端气候 关于大坝的争议也只会更多